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看书看到了随便拿一本书下来就能够随便翻 但今天在国内却不能够这样 这是为了什么呢 事实上首先先解决你的一个 先解答你的一个问题 你说到好像现在很多书店都这样把书封着 结果你只看到封面 看不到书的内页 那你一定是去了不好的书店 事实上认真点的书店 尤其是独立书店 民营书店 一般比较负责任 他们的做法是怎么样 就会比如说一摞新书来了 下面的书都交套封着 但上面一定留一本是不封交套的 那就是为了让你打开来看 当读者翻了翻 觉得这书不错 我就拿下面一本包的好好的书 拿去结账买单带走回家 这是一个常见的做法 可是这个做法让我当时困惑的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个习惯 就我今天还有这个习惯 但在国内行不通了 什么习惯呢 就是我喜欢看到一堆书里面 我会挑我要是想买了 那这本书要是有好几本摆在那 我喜欢买那本特别残破的 翻得烂烂的甚至弄脏的书 这是我个人癖好 因为我觉得我要是不买这本书 这本书就很可怜就没人要了 我通常会这么买 但在我们这儿是行不通的 因为不会有这种书 因为都封好的 最后我们要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些书都得封塑料套 很简单 那是因为脏 什么地方脏呢 放书的仓库脏 从印刷厂出来 到发行商要暂时存书的书库 到一路的运送物流 整个环节都是灰 所以一本书 要是不封这个塑料套 直接摆到书店 你拿起来我保证就是白白的书的封面 都会灰灰的黑黑的 脏的不像话 所以呢 包了塑料套 你仔细看这塑料套摸一摸 手上都是灰尘 就是因为脏 为什么别的国家没这么个问题呢 他们没那么脏 但是这么说 我不是要灭我们中国威风 我们中国还是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去过印度买书 印度呢就不封塑料套 书全部放完了 随便一本拿起来 所以都是脏的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处于发展中阶段 是比印度要好 但是比日本要糟 有进步的空间 晚黄的花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中国城市除了极少数极少数的例外 我们很难在里面能够想象到 它过去九远年代的模样是什么模样 你比如说就像我现在所在的北京 这片地方旺津这个地区 这个地区在几十年前都是一片田地 但是大家能不能想象得到 在800多年前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片草原 没错 800多年前的北京附近 其实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地 没有太多的农肯开发 它们逐渐的变成田地有农村 是之后陆陆续续的事情 800多年前这片地方之所以是草原 那是因为它处在一个都会地带之内 我这么说大家觉得很奇怪吧 在一个都会区 甚至我们用一个时髦的讲法 叫做都会圈之中的一个地方 怎么可能会是一大片一大片的草地呢 那是因为当年那个都会区 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王朝统治之下 这个王朝就是元朝 或者用今天更多人 学术界里面比较喜欢的讲法 就称之为蒙古帝国 或者叫做大元汉国 在当年那个北京 我们今天不容易看到 它留下来的遗迹了 但是你仍然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如果你活在北京的话 你天天都可能跟它打交道 就是跟元朝的北京打交道 比如说我们讲胡同 大家都大概知道 胡同这个话原来是蒙古语 意思指的就是水井 有水井处的地方就叫胡同 久而久之就成了今天我们所讲的 这样像宰相子一样的胡同了 那么另外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重要的地点 比如说北京的中南海呢 在过去就是元朝的国都 大都的太叶池 这个池这个湖呢 是一个当年特别开凿出来的一片湖水 有没有实际作用呢 当然有 但是更多时候 它是为了要满足蒙古人 对一个聚落 或者对一个大型聚落的那种感觉和想象 我们去看看当年蒙古帝国 从亚洲的这一端一直到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几个重要的都城 就是四大汉国 他们分别的都城都有这种中心挖湖 或者沿湖而建的这么一个习惯 那么再看当时北京最大的一片的水域 还不是这个太叶池 也不是今天的中南海 而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觉得只剩下地名的一个地方 那就是积水潭 积水潭这片水域 过去它是一大片的水泊 水呢 还相当的深 它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开凿出来这个干嘛呢 是为了要连通运河 这个北京的运河体系呢 是能够沿着通汇河 对 今天我们北京人都知道的通汇河 这个是元朝的时候挖掘出来的一条运河 它通到哪呢 就是通到通州 在通州那个地方呢 就会和南北两条运河 往南就直通大运河 北边横向的运河又通到哪呢 通到直谷 直谷这个地方就是后来的天津 天津作为北京外港这个完整的概念 就是在元朝的时候底定下来的 那么元朝的时候 为什么在这个都会地带里面还会有草地有草原呢 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元朝就跟金跟辽一样 他们有这么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是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国都 他们呢保留了某种游牧民族的一种习惯 就是呢 会定期的采取一个迁都的一个形式 他们都分别拥有两个甚至有时候是两个以上的国都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到北边一点的都城避暑 到了夏天过了 那么再回到南边这个正式的比较有规模的正式国都 今天北京既然是元朝的大都 那么往北在哪呢 那就是今天的内蒙古的 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去参观的元上都那个地方 从元上都一直到我们今天的北京 这中间一整片区域内 当时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干道 中间有驿站 中间有很多各式各样围绕着某些特定工业 发展起来的一些的城市 例如说张家口其中一片区域呢 喜马林 过去呢是整个欧亚大陆上面生产最昂贵的纺织品跟布料 还有做衣服的一个城市 他从撒马尔罕 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名城 调集过来一些世界上面最了不起的裁缝 在那里呢 专门制造一些很昂贵的衣服 去送给世界各地的蒙古王公贵族 那么在这一整片区域里面 蒙古人保留了这种游牧习惯 这个游牧习惯就是所有王公贵族底下 都有他们的马匹 有他们的庸人 然后他们要定期的南北南北 这么来来往往 所以这附近一定要有很多草原 甚至就在今天的北京的城市的中心 我们都很难想象 过去都有刻意保留的一整片草地 是用来给他们结帐篷的 就算建立了那么有规模的止境城 我们知道今天的故宫 它的原始的基础 就是元大都上面建的工程建立起来的 即便是这样 它仍然保留了要结帐篷 结银帐 要立蒙古包这样的一个习惯 我刚刚跟大家所讲的这个元代的北京 这个元代的大都 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都会区域 它为什么要这么修筑 为什么要耗那么大的力气 把这个地方建成这么有规模呢 这么一个外来的蒙古民族 在中国北方建立这个城市 为什么要这么干 那是因为它要在这里规划跟统治 一片人类历史上面从来没有见过的 至少在那个年代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 这个概念就是我今天手上拿的这本书 忽必烈的挑战 他的作者三三正明 在他十几本著作里面反复宣说的一个观点 三三正明是今天的日本的蒙古史 或者是说内亚游牧民族史的权威 在国内在整个华文世界近几年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主要就是透过他一连串的这些 关于游牧民族的历史著作 特别是和中国相关的一些著作 讲辽讲经讲契丹讲西夏 当然还有缘 透过这一连串的王朝的重新的解读 给了我们习惯了我们向来都有的一种 汉人中原王朝正统观的这些读者们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他的观点是那么的新颖 是那么的特殊 难免就会引起很多传统的 我们中国读者 以及世界各地学术界的一些的 比较传统的学者们的一些的挑战跟质疑 事实上我今天介绍这本书 也是带着一点矛盾的心情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一千零一页一向给大家介绍经典 但是这本书其实还相当的新 好像还不具备叫做经典的资格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有趣的地方 或者三三证明这位日本学者 有趣的地方 就是因为他挑战了某些经典的说法 然后他提出的这一整套的论述 久而久之在过去二十年来 也好像形成了一个国际上 关于蒙元史研究的新经典了 几乎快要具有这样的地位了 但是我矛盾的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的许多的说法 大胆有趣刷新人们的耳目 可是与此同时 我们又会发现里面难免有一些出书 有许多的过度夸大 甚至过度偏颇的讲法 是必须要小心 然后时时要加以纠正的 那么像这样的书 我们介绍给大家 与其说是因为我赞同他的立场 跟他的意见 倒不如说是要推荐一种刺激的观点 让我们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产生一些对世界 更重要的是对中国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的 一个新思考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书里面的这一段话 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 经过了忽必烈时代的三十余年 大元汉国变成了世界史上 未曾有的国家 同时欧亚世界也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时代 至少在东重日本海 西至多瑙河口 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蒙古领土之内 国境的壁垒都消失了 然后包括欧亚与北非在内 陆上与海上的通商壁垒 也西背出去 人类主要的生活舞台 几乎都透过人与物的循环 缓缓地被连接在一起 那不是借由军事力被强制连接在一起的 而是透过史上版图最大的国家 蒙古举政权之力 整备维持的交通网 以及所利用的通商 稳稳地被连接在一起 蒙古虽然仍旧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此刻却是透过以中国为中心的巨大经济力 领航着世界与时代 时代从军事演变到经济 虽然人事极为微小与缓慢 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开始动了起来 刚才那段话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描绘出来的这个蒙古帝国 好像跟我们小时候学到的那样的蒙古帝国 差得很远 我们以前所知道的元朝呢 是个很短命的王朝 在那个王朝里面 由于一个暴库的义族统治呢 使得人们的生活呢 是民不聊生 终于到了元末的时候 风烟四起 各处汉人义军起来 才一举把它推翻消灭 这是一个我们从小到大所认识的元朝 可是呢 如果你把目光放大一点 放远一点 你就会发现 似乎当时在世界各地 很多人对于元朝的想法 跟我们这里的汉人是不太一样的 你比如说 有名的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东游记 是一个世界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早年的欧洲人 来到亚洲的游记之一 是不是 我们中国人也都很熟悉马可波罗 你知道马可波罗来到东方 最称赞的国家是哪 他停留最长的国家是哪 那就是中国 那个中国当时处在谁的统治之下呢 正正就是忽必烈的统治之下 在马可波罗笔下 元大都就是北京 它的壮丽 它的辉煌 事实上没有一个城市比较得了 但是你要是说到要享乐 似乎呢 好像到了上都 也就是刚才我说的 今天内蒙古的 这个开平那个地方 也就是以前的这个金莲川 那个地方呢 好像更迷人 就描写到里面的那个园林 随时有孔雀 飞来飞去而鸣叫 有各样的奇异的花草鸟兽 乃至于到了19世纪的欧洲诗人 还把上都 他们翻译着仙乐都 仙乐都 当成诗歌的主题来吟唱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 要说到上都也好 大都也好 要讲富庶 要讲人口的繁多 都绝对比不上另一座城市 那座城市就是当年世界上面 首屈一指的大都会 杭州 离杭州不远呢 又有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叫做赤铜 欧洲人 连远在英国的人都知道 世界上有这么一座城市 叫做光明之城 那就是赤铜 为什么呢 因为远远的 你经过了漫长的航海 假设你是一个当年的远航的威尼斯商人 热内亚商人 随着穆斯林阿拉伯人的船队远行来到了遥远的东方中国 正预备要靠岸之前还看不见陆地 忽然之间在夜里面 陆地出现了 那么黑的夜里 你怎么看得到陆地出现 那是因为海岸线上 骤然出现了一片光明 整座城市 敬业是点灯的 所以它叫光明之城 那座城市就是赤铜 赤铜是什么 就是今天的福建泉州 世界第一大海港 在这座海港上面 有来自各国的宗教的使团 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在泉州还能够看到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的教堂 还有来自中东各地的穆斯林的清真寺 甚至过去曾经还有个天主教堂 这个天主教堂甚至是个大教堂 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今天打大教堂大教堂 Cathedral这个词啊 在欧洲语言里面有特定所指 不是体积很大 这叫大教堂 而是因为有大主教在里面 常驻随着大教堂 没错 当年的赤铜是有天主教的大教堂 而在北京 元朝八百多年前就有罗马教宗派过来的特使 成为了忽必烈批准 你就留在这 成了这里的大主教 苏基主教 而在三西呢 又有一些地方 整片地方信的是什么呢 是涅斯托利派 是基督教里面的异端 而这里面还出了一个人 这个我们这三西老乡呢 这哥们呢 远行一直出去 到了巴格达 在巴格达留下来 最后居然成了 这整个涅斯托利派 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警教 警教的教宗 他是个三西人 各位想象得到吗 这个就是元朝的真相 这是一个世界帝国 这个国家里面各色人等互相往来 他们为什么都能够汇聚在这里 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 是为了钱 忽必烈的挑战这本书 要告诉大家的一个中心论子是什么 就是忽必烈 他统治这个帝国的眼光 跟以前历史上的中国帝王不太一样 甚至跟他的爷爷 成吉思汉以来的 历代的蒙古的统治者都不太一样 蒙古曾经是一个非常可怕的 一个军事集团力量 这个军事集团力量从成吉思汉 一直到忽必烈登位 那短短几十年之间 迅速的如烈火一般的 焚烧了整片欧亚大陆 这个禁军 大禁军 西边最远到了欧洲 把俄罗斯大片土地 纳入他们的统治范围 再往西南一点 几乎就要到了非洲 因为当时他们进逼埃及 只是在那里尝到了兵败 就止步于此 但是到了忽必烈的时候 这个帝国 由于他的疆域太过广大 幅员太过广阔 蒙古人再怎么好战 再怎么凶悍 到底这个继兵游牧民族 他们的人数是不够的 更何况 他们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 不像中国有一个 早已存在千年之久的 一个很细统的 很细致的一个文官系统 去协助他做种种的行政管理 因此在那个时候 我们读过一点中学历史都知道 那个蒙古帝国 已经成为四大汉国 各自分离 甚至有时候常常还互相纠纷 但是三三正明说呢 你不能把他们理解为 四个帝国之间 四个汉国之间 完全没有关系 这所谓的四大汉国 就算再怎么对立 他们彼此之间的战争呢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他们之间再怎么样 不愿互相往来 但是定期的相互的拜访 尤其是来到北京的这些史结团 是络绎不绝的 更重要的是 无论你是在俄罗斯的基辅 还是在叙利亚 今天内战之中的大马士革 你凡是在那里 你是一个蒙古贵族王公 你都会收到从北京送去的一些东西 那些东西是什么呢 那就是马定银 马银定或者叫马蹄银 这是什么呢 是一种银 这个银是所有的银两 不同的银两等级之中 体积最大 重量最重的 要两公斤 它什么形状 是不是真的是个马蹄形状 不要紧 要紧的是 它必然是两公斤重 那是当年蒙古帝国全境底下 最重要的一个货币单位 这个白银做成的这个东西 它贯通了整片欧亚大陆 整片欧亚大陆 是透过它在进行商贸上的运转的 这个国家的运作呢 在忽必烈的治下 是这个样子的 忽必烈知道 它不能够用一个政治的 强制的方法 统一它整个帝国 它甚至连要控制 它征服回来的 这个南宋这片土地 都不是那么容易 那它怎么样使得 这个帝国全境 愿意臣服于它呢 就是它要给大家好处 就像所有的蒙古人 推举出来的 在库立台大会上面 要推举客汉的时候 为什么要推举这个人当客汉 因为这家伙能带给大家好处 很现实 就是这么简单 以前的这些客汉 怎么样带给大家好处呢 它出去征服 掠夺 战利品 分回来 大家都爽了 那忽必烈呢 这个时候 蒙古由于已经四散开去 再也组织不了一次 大规模的远征军 他就想到了另一个方法 就是通过经济利益 这个经济利益 怎么样贯穿整片欧亚大陆呢 他的想法是很简单 他跟他任用了一帮谋成测试 这里面有契丹人 有穆斯林 有高丽人 当然还有大量的汉人 这些人给他提供出来的意见 总和起来是这样的 首先要重用穆斯林商人 这些穆斯林商人呢 在当时呢有各种各样的集团 这些集团都可以叫做沃努托克 沃努托克是什么呢 这是个突厥语的中文汉文的翻译 他的意思其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伙伴 用今天的角度来讲 那就是公司 就是我们几个哥们 我们拼一些钱出来 合伙做党买卖搞投资 就叫沃努托克 这个沃努托克呢 发展的大的时候啊 就像今天的大型企业 你不是像阿里巴巴 或者像恒大这样 什么行业都搞 甚至最后搞银行 然后搞物流 你想象这些沃努托克 一个一个从阿拉伯世界 跟伊朗这些地方起来 一直发展到北京 是一个跨国集团 他们是无数的小公司 组成的跨国集团 在这里面呢 仿佛有一个顺风快递 是能够从北京发个货 给我到巴格达去 就去了 沿路就一直去 我今天之所以要介绍这本书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 恰恰就今天 我们在讲一带一路 他曾经有过的一种运作模式 是透过这些沃努托克 来运转起来 他们都是穆斯林商人 穆斯林曾经是 世界历史上面 最精明 最高效率 最受信用的一批商人 忽必烈重用他们 那是因为蒙古人 从来都喜欢他们 蒙古人进军 之所以如此高效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懂得跟他们勾结在一起 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的 蒙古人过去游牧的时候 同时也经商 他经商的伙伴就包括这些 穿行于整个丝绸之路上面的 这些涡努托克 这些穆斯林商人 跟他们交易的时候 同时也迅速吸收外来的一切的资讯 学习外来的技术 掌握了外来资讯 外来技术 当他要出征的时候 他就能够提前知道 下一座城市它有什么 那个城市的城防怎么样 里面的政治情况如何 他透过那些往来此地的商人 得到这些信息 那些商人愿意帮助蒙古远征军 是因为蒙古人攻下这个地方之后 会很重用这些商人 用他们干嘛呢 就像以前欧亚大陆上面通行的体制一样 让他们来代表自己去收税 去算账 帮他们管理财务 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 那么这些人呢 这个时候就帮助忽必烈汉 用一个广大的一个通商网路 去把这些白银在这个帝国之内运转 这些商人要搞生意 要搞买卖 他也要有资本 这些资本由何而来呢 是由蒙古的王公贵族们 就不断的就拿白银给他们当本金 比如说我是一个蒙古王公贵族 我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我也不懂得做买卖搞生意 这样子吧 我把钱交给你 我投资给你这个公司 你去搞什么 我创投给你 你来给我个点子 我想到哪搞点什么 行 我创投 这天使之金就给了你了 然后他去搞买卖 那么这时候 这些蒙古贵族就能够赚钱回来 那么所以 那蒙古贵族 他们的本金又来自哪呢 就来自忽必烈的赏赐 忽必烈又哪来这么多的白银发给大家呢 那是因为他收税 他向那些商人收税 但是他怎么收税呢 忽必烈时代的元朝收税的方法 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特别的 第一 中央政府不收农民的税 不收土地的税 这些税收都留着 地方政府 你就地你收了 你用来维持地方的建设 福利自然 你地方政府运作 中央政府收什么税呢 当时的元朝的中央政府 八成的收入来自盐税 是一种国家的垄断事业 就是产严 就跟中国历代王朝差不多 第二 他收的是商业税 这个税入呢 占他的所有的收入来源的一成半 这个商业税是什么样 其实就是销售税 他收税的方法 非常非常简单 不是你开一家公司 我这个环节扣你什么税 那个环节扣你什么税 是到了最后 无论这个物品卖到哪 就在那一点 他卖出了是什么价钱 我在里面收3% 听起来是非常的低 直到今天你都觉得 这个税率是非常的低 没错 他就是这么低 他不止这么低 他还历史性的取消了 欧亚大陆上面 各个地方各个国家 都会有的一种过路税 这些过路费他全部不收 为什么不收 因为他希望商人做买卖 你一个商人 如果跑那么远的地方 不断给过路费 那我这生意还怎么做呢 整个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就是希望商业发达 商业越是发达 最后这个销售税 它再低 它这钱都能够挣得回来 又由于为了要让这样的商业 能够运转起来 所以蒙古人很注意基础建设 特别是忽必烈 像我刚才一开始描述给大家 这个北京 它再次凿通了 曾经淤塞过的大运河 那么开设各种各样的海港 从它征服的南宋那里 吸收到了大量的船舶运用的技术 又跟海上的阿拉伯跟印度的 这些远洋商人合作 终于打通了一整条海上的道路 在当时从我们太平洋的这一岸 到整个印度洋 到红海那一整条路 也就今天我们所说的海上这一条路 都是蒙古人的天下 或者全是在蒙古人的这个世界利益网络之内 而路上中国史无前例的 从北边的西伯利亚跟黑龙江开始 一直到南方的越南和缅甸 都开设了畅通无阻 而且安全的道路 这中间每隔一段地方就有一些驿站 这个驿站蒙古人叫做战翅 这里面都有各种各样的 把守地方安全的人 所以使得当时一些来自别的地方 比如说将来我会在这里 给大家介绍的一部世界名著 一本白土塔游记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穆斯林旅行家 所写的一个游记 这个游记完全比的 要比马可波罗游记还要确实 还要可信 这个人他原来是哪里人 他是北非摩洛哥人 这个摩洛哥的一本白土塔 就在元朝的时候 顺利无主的能够那样子 从北非摩洛哥 一路来到我们中国 就在赤铜就是泉州登岸 他怎么做得到这一点 他书里面讲了 只要一进了蒙古人的范围 旅行就变得顺畅安全 而令人舒适了 这样的一个世界帝国 是世界上面史无前例的 因此三三正名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出的忽必烈的挑战 是什么呢 就是他怎么样控制 这么庞大的帝国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 你怎么去维持这个帝国 答案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他设想的这一套 固然是非常的完美 但他就太完美了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 没有电话 没有种种的技术力量的支持 各地的这种联系 商务上需要的东西 是不具备的 就算他提前的把中国 纳入了白银世界体系 这也是将来我还会跟大家讲的 中国以前用的是铜 只有到了元开始用白银 所以明朝之后 整个中国的货币就是银本位 都是从元朝开始的 但是这一切来得太早熟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体系 对当时的很多人而言 都太过超前了 以前的欧亚大陆上面 各个文明圈之间 就算互相有往来 但是从来没有像这样子过 那就像是一个提前了 八百年的全球化的时代 那是一个我们今天 在中国都难以想象的过去 但是当他们做到了 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 问题是 更重要的问题是 当他结束之后 后人会怎么记住这个时代呢 我们下集跟大家接着谈 三三正明这一代日本历史学家 带来的最大冲击 就是想告诉我们 原来最早的全球化 是蒙古帝国建立的 太阳光瞎说 一年就在这一天 各样的全球化 是怎么做的 都会与您吧 一年就在这一天 一年就会变成重了 无论的 정月 是公共的 和��志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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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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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